老院正看看这张药方开得如何 他并不是太想看这药方 只是玉锦秋递过来 他便敷衍地看了一眼 他本来想随意说一句 还不错之类的话 就把这事给接过去 他不想掺和陈王府妻妾争宠的迫事 结果他看了一眼 就忍不住再看第二眼 细细平了一番后 满脸欣喜地赞道 妙 妙 妙 这药方当真是开得妙不可言 这是王妃开的 是 王妃口述 奴婢代彼 这药方 配物精妙 是补义身体的上家良方 院正得到确定的答案后 满脸的赞叹 他看到这张药方 就觉得金钟对于宁妙威的传言 怕是有误 能开出这样一张药方的人 怎么可能是个暴力的蠢货呢 玉锦修看到院正师太的样子 心中的疑云更重 难道宁妙威真的懂医术 他觉得不太可能 自从明阳帝为他和宁妙威赐婚之后 他便将宁妙威查了个点朝天 他很确定 他就是一个不学无术 心狠手辣的蠢货 他的毛光幽深如海 扭头问婢女 这方子真是宁妙威口述的 王妃医术高明 远在我之上 赵姑娘的毒我解不了 并也治不了 也许王妃能做到 我先告辞了 他心里有些可惜 看着宁妙威能逃过这一劫 以后还能向宁妙威讨教医术 院政虽然觉得宁妙威配不上玉锦修 但玉锦修和宁妙威 澄清不足一个月 便是另有心还 这也是属世有些过分了 玉锦修便让婢女送她出门 玉锦修实在是没有想到 院政对宁妙威医术的评价这么高 难道宁妙威真的懂医术 如果宁妙威真的懂医术的话 那么弄出毒药来害赵半嫣的事 也就能解释了 赵半嫣听到院政的话 也是惊讶不已 宁妙威要是懂医术的话 那她前段时间做的事情 宁妙威岂不是都识破了 她不由得想 宁妙威有所察觉 不知道玉锦修有没有发现什么 她心里顿时有些慌张 她便轻轻哭了起来 开始试她玉锦修 都怪我不争气 天天病着 害得修哥哥总往我这里跑 惹宁姐姐生气 宁姐姐若是不生我的气 也就不会给我下毒了 为了大局着想 宁哥哥 你还是把我送回雪城的庄子上 让我自生自灭吧 眼泪陌了 dear 对